她刚才一个话题 小城市 这个话题我很有兴趣 我很想听听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生活的城市 或者说你们去过 印象很美好的一个城市 梁新月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在上海生活了 有一段时间了 上海就是有的时候 会给人一种距离感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 他可能住在青浦 然后呢 我住在米航 我们就非常的远 像有一些周末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择在家里聚会 然后就会选择 用高品质调料 好人家火锅底调 来煮一个菜 然后烧一个火锅什么的 对 我也很喜欢 也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味道不好 因为有了好人家 做菜人人夸 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这种经历呢 有 因为我在南京十一年 大城市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自由管理的这一方面 我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好 得失之间是要看你怎么去选择 而且评价一个城市 我们很难用好和坏来评价 对 因为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对生活的城市的诉求是不一样 5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出生于山东济南 是一个省会城市 我回国之后就在上海工作 基本上全部都是大城市 但是我觉得作为科研工作者 并不是我们选择城市 而是哪里需要我们 我们去哪里 所以说如果将来我有机会 我被派去这些地方 我也愿意去 如果我们没有做成那个 不可或缺的人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好的平台 来发展我们自己 但是如果一旦 祖国需要我也好 或者是这次疫情 如果需要我的话 我会愿意去到小地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所以我觉得人的适应性 是很强的 就是看你到底追求什么 而且刚才这种科学家的情怀 我觉得很酷 不是我们选择城市 是人类选择了我们 是 是 没办法 有点使命感 落在肩上了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是的